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一篇电影《大内密探零零发》中有句台词 你饿不饿 我煮碗面给你吃 小时候不懂 只觉得莫名其妙 长大后才知 一餐一饭间藏着最深的情谊 做饭是懂得爱 也是表达爱 做饭意味着什么 三毛给出的答案是 意味着一个人懂得爱 也会表达爱 看一个男人有多爱你 有多疼你 不必去听海事山盟和甜言蜜语 只用看他愿不愿意给你做饭 张杰和谢娜是娱乐圈里 备受人羡慕的一对夫妻 谢娜怀孕期间发的微博 透露出张杰每天都会给她做早餐 她还会细心地给她做 她爱吃的蔓越莓饼干 两人甚至还一起直播做过饭 吸引了六百万人次的观看 有人说 一个女人爱你 就愿意为你洗手做羹汤 要我说 一个男人爱你 也一定愿意为你学做菜 记住你的口味 为你研究新菜 亲手为你下厨做饭的男人 才是真的把你放在了心上 爱到了骨子里 做饭是责任感 也是幸福感 有张黄大厨之称的黄磊 做的一手好菜人尽皆知 而她的妻子孙丽 大概是吃她的菜最多的一个人 孙丽曾经说过 自己怀孕的时候 吃黄磊做的菜 直接中了六十斤 她太能做好吃的了 早 中 晚 三餐 不重样的 她不光自己爱吃 更爱做 所以她现在也不让我学做菜 言辞间看似埋怨 但却看得出其实是甜蜜的负担 黄磊还说 我觉得家里有一个人会做就够了 他不做菜也有好处 就是他从来不会切到手 男人给心爱的人做饭 承担的是家庭中的责任 烹调的更是生活里的幸福 一个愿意给你做饭的男人 既有责任感又能给你幸福感 愿意为你做饭的男人 一定很爱你 看过一则暖心的小视频 男人因公出差一周 临走前 精心为老婆烹饪了几道菜 放在冰箱里冷冻 男人不在家里的日子里 老婆只要拿出来热一热 就能吃到最爱的味道 这样的男人 哪个女人不想要 这样的幸福 谁能不渴望 汪涵曾在一档节目里说 我们去菜市场挑选食材 其实就是偶遇与重逢 翻炒就是情感的升温 糖醋就是情感中的蜜意 做一碗面条 何尝不是柔情 家厨里的感觉就是爱 我们来自山川湖海 却又于昼夜 厨房与爱 年少的我们总是想着 仗剑走天涯 也曾经跨过山川和大海 到最后发现 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真正的幸福 就藏在与爱人的一餐一饭 厨房里生腾的 不只是人间烟火 更是幸福与温暖 流转于舌尖的 不只是美味佳肴 更是甜蜜与爱意 点亮再看 愿你能够找到那个 心甘情愿给你做饭的男人 一乌两人三餐四季 朝阳晚霞 暮雪白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